超會爆遊戲 遊戲超會爆 歡迎回來 桌子的這段熱頓 我是林 想收到Switch特調的最新消息 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有空也歡迎來參觀直播 跟我聊聊天唷 你補冬了嗎? 上週立冬 左鱗右射 樓上樓下 不是麻油雞 就是薑母鴨 就是羊肉爐 當我一邊聞著雞鴨羊牛牛的合體味 一邊嗑著我的蔬菜面時 手機突然咪咪的一聲 原來是小夥伴傳來的 你想先聽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喔 什麼好消息? 薩爾達要拍電影了! 喔 yes 爽啦 那壞消息呢? 是真人版 在殘念的回聲中 我突然想起 知名電影導演莉安曾經說過 這世界上 唯一扛得住真人化摧殘的 就是薩爾達 多麼充滿哲理的一句話啊! 況且這部電影還是由我們的薩爾達之父 工本小貓 跟曾經製作過漫威電影的明製片人 阿維聯手操刀 並由移動迷宮系列導演威斯波指導 甚至還有任天堂和索尼共同出資的加持 這壹切的壹切都讓人不禁對這部真人電影充滿了信心啊! 可是我還是想看動畫欸! 你們覺得咧? 好啦 瞎扯蛋幫各位補充玩啦! 我們來看看新遊戲吧! 大家都說啊 12 月遊戲荒啊! 但以下這些遊戲 這樣都完全撐不了場嗎? 問問看 就值得! 首先呢 是名字而有點長的DQ系列抓蟲RPG DQ M3 勇者鬥惡龍 怪物心意之爛 魔王子王子友愛的佛羅旅程 魔王子比薩羅被魔王歐兜桑下了詛咒 變成了無法攻擊怪物的小若姬 為了KO老爸登上魔族頂峰 小若姬王子只得成為怪物大師 招攬怪物來幫自己戰鬥啦! 旅途中啊 我們會認識陪逛魔界的伴遊梅子爾 溫柔善良 又擁有神奇力量的羅莎莉 看著它 我願意再次相信 粉毛切開 不會總是黑 那湊樹用的火吧咧 當然也不會少啦 譬如手腳不太乾淨的魔法研究狂本類特 還有隻一臉浩呆的精靈雅各皮皮 Match先好 我們王子旅行團就正式出團啦 一路上 景物 機關和怪物 都會隨著季節和天氣而變化哦 蛤 這些餅乾蛋糕甜甜圈馬卡龍 是要誘惑我預購下去嗎? 魔界好可怕 在原野上一旦接觸怪物就會進入回合戰鬥 我們可以下達指令來命令怪物 也可以設定全力進攻 珍惜生命或消除戰力等指示 交給電腦判斷來戰鬥哦 如果咧 覺得回合至TAD催眠 也可以開啟兩倍速加自動戰鬥哦 最重要的是啊 戰鬥中別忘了送送禮來賄賂一下看上的怪物唷 然後在削弱到適當HP時來一技 挖角攻擊 至於會不會抓成功咧 這就得看你的智慧與武力咯 冒險時還有機會撿到怪物的蛋哦 除了能自由收服怪物 我們還能將兩隻怪物融合配種 配出更娃猛的怪物哦 那咧 怪物竟然超過五百種 是想必死抽擊控嗎 嗯 最後咧 想知道會不會雷的 就先去試玩看看體驗版吧 時宜嘛 你懂的 動漫改編 名字又是喬極長的看帥哥美女 Gobajoo AVG 轉身成女性像遊戲的海盜 這次不只遊戲中文化 就連限定版內涵的50頁小冊子 和廣播劇台詞本都完整中文化囉 有愛的該出手了吧 年方八歲的公爵家千金 Ojo様Catarina 某天不小心摔了一跤 在頭殼肩壞未壞之際 Catarina熊熊想起 自己的前世是個死於意外的17歲JK 而自己現在所處的世界 竟然是前世玩過的一款 女性像戀愛game的世界 而且自己還是遊戲中的大反派 多年過去 在Catarina用盡雖人之力改寫命運 成功迴避了毀滅性Ending後 想不到全新的危機又席捲而來 當她和異地機師參加豪華客船 維克爾姆號的下水儀式時 突然遇上海盜團的襲擊 CatarinaOS 這劇情沒玩過呢 誒?可速遊戲設定集裡好像有誒 就是那個遊戲本傳中沒有被採用的毀滅結局 這一次 壞人大小姐能再次扭轉乾坤 再次成功迴避毀滅Ending嗎? 等你敗了告訴我 彈幕空敲敲敲敲破碗的Cav社神作 怒手領風大往生 終於移植上Switch啦 怒手領風大往生 靈迴轉生 大復活 嗯…到底是要往生還是要轉生還是要復活咧? 這次的版本收錄了2002年階級中心原始版本的白版 還有經過平衡調整修訂後的黑版兩個版本 這系列作被稱為彈幕開創者 史上最難彈幕可不是浪得虛名的啊 在同一畫面中最多可達245發子彈 喪心病狂的惡心彈幕 保證你閃閃閃閃閃閃到幸福的往生 真的快往生了怎麼辦? 怕什麼? 香香人偶的清場bomb等你唷 這次開發商M2啊 同樣也加入了自家引以為傲的M2 Gadget功能 那兩片帥氣逼人的儀表版 讓我們能更像個戰機駕駛員 哼…我是說能玩得更有策略 重點是還有免摔手把的Super Easy模式啊 彈幕哭手手手癢癢了嗎? 東方Project二創作品 類惡魔城橫版動作遊戲 紅魔城雷米利亞飛色交響曲的續作 紅魔城雷米利亞2 要換整魂歌 二代輪到我們的玉姐女部長16頁校葉當主角啦 我說啊 何時才輪到咱家找苗咧? 為了尋找雷米利亞等人 校葉前往本應消失的紅魔城探索 我們要操作類惡魔城美術風格的校葉 闖蕩在類惡魔城的場景地圖中 一邊閃避善意無限的陷阱 一邊進行華麗的彈幕動作戰鬥 這代同樣內建了超簡單模式 所以麗鷹首藏黨們大可不必擔心唷 Turbo 另外咧還追加了全新的頭目連戰模式 可挑戰接連擊倒BOSS 有伯利神社路線、巴雲路線等等各種路線 在不同路線裡會出現不同的東方角色唷 連打BOSS我就Pass了 東方廚門矽腳慢用唷 嗶嗶 注意!錢放高呢! Odo-san們請保護好你們的小心臟 為了紀念三十周年 經典養女兒遊戲 美少女夢光長2新生啦! 身為專業的Odo-san 就要快狠準地來執行我們的八年養成計劃 直到Musume18歲前 每天都要把他的行程塞得滿滿滿 上課、打工、活動、冒險 只要你夠會養 未來想當個女王吧都不是問題 但如果你佛系養 他有可能會變成這樣 或是這樣 誒?好像不錯誒 遊戲結局呢多達70多種 想極好看嘛你就用力乾努力乾吧 你以為我現在就會讓你看Odo-san們最想要的結局嗎? 口水收起來 這次的重製版不僅提升了畫面和解析度 遊戲團隊還製作了新的開場動畫 並請到原插畫家赤錦笑眉來重新繪圖哦 嗯…這重繪的插圖和立繪還是保留濃濃的古早味啊 PM你們會買單嗎? 人家似的樣子 哇哭哇哭 SPY FAMILY 間諜家家酒日記大作戰 邪惡的我們將化身為純真的安妮啊 平日要到貴族學校伊甸玄園上學 跟我們的小閨蜜貝琪一起 認真把學校玩壞 順便撩一下傲嬌赤子達米安 假日時 為了衛裝成幸福溫馨充滿欸的一家人 我們要牽著七七哈哈還有大狗狗彭德 到海邊公園美術館水族館 到處撒野留下我們的味道 再順手拍張照來完成繪圖日記作業 在出門前呢 我們還能幫美得如動畫人物般的佛傑一家 穿飄飄打扮一番 一共有超過80種的服裝 飾品和髮型可以自由搭配唷 除了正常到超可疑的偽家庭生活外 我們安妮啊 還有15種以上鏘鏘的小遊戲可以玩哦 像是跟著戰鬥力53萬的哈哈約兒 配合節奏來特訓 或是用超能力跟達米安玩普克牌 玩牌就是要出千啊 阿妮啊真是個好孩子 但我的中文版咧 超催淚戀愛ADV One 燦爛季節重製版 One Dot 別懷疑他不是不小心點到的脏東西 他就是句號 而且啊 據說這個句號超重要哦 從小就失去家人的 Badger男主哲緣浩屏 在1998年的冬天 他的命運突然發生了還有跟Bad的變化 青梅竹馬的瑞嘉獎 齊瀨同學 李吞同學 全民學姐 上月學妹 追民小妹 六女一男的日常和情感糾葛 就此展開 這次的重製啊 由原版原畫師通上智來全新繪製原畫 讓萌妹們看起來更萌囉 話說啦個限定版12分的有料啊 內涵壓克力時鐘 B2掛軸 原畫集 廣播劇CD 原生帶CD 測杯小包 磁鐵組 Lysee Overture PR卡六章 嗯…真香 但要叫5790你吃得下去嗎 我還是聞聞就好 以上就是12月我比較關注的遊戲們啦 滿滿的Magic香都受不了啊 還有甜點 這個月你想入手哪幾款呢 還是你覺得12月真的是遊戲荒咧 來留言聊聊吧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超會報 請幫我按喜歡 分享 留言 訂閱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還要記得回來看喔 我是林 我們下次見 對了 你Live了嗎 一起來逛逛吧 帶isa 我一定要打開小鈴鐺 趕到掃耳 就盡量的細節 打開小鈴鐺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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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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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